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的反馈 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机会 甚至我们还有客人考虑改变设计方案 干脆就做四个以内的等等 那么今天小语想跟大家说一个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 跟开发有关的贷款方面 那就是说在您准备做建筑贷款之前 那么这个贷款怎么处理 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可能为日后建筑贷款带来很大的一些 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些问题 所以小语今天想开始从这块来说起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建筑贷款前期的贷款方面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您要开发的房产 它这个已经在您的这个名下了 或者跟您相关的这个实体名下 不是需要去现交割这种情况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 如果房子要需要买来才能做开发 那这两种情况 我们先说这个已经拥有的这个房产 那如果您的这个房产可开发的房产 已经交割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房产是否和其他的房产 您的房产或者有相关联的房产 那么在一个银行做抵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 那么即使其他房产 它并不在同一个这个实体下 比如说咱们要开发的房产是一个ABC Limited 是一个公司 那么其他房产可能在你的心头下面 可能是您的这个个人的名字 但是呢这里面很可能是我们叫cross guarantee 也就互相担保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之后我们不做处理 然后开始做建筑贷款 尤其是去一些非银行的贷款机构 那么这个时候银行很可能就不放你走 或者是要把所有的贷款和房产一起带走 那这样子的这个坏处就是 第一呢您可能很难满足建筑贷款 在贷款比例上的要求 因为你的贷款比例可能会比较高 第二个呢就是您整个的这个融资成本比较高 明明可以就转移部分 甚至不转这个贷款 直接就借这个建筑贷款 但是您可能要把现在100万200万的贷款 都要拿到这个贷款公司去做 那么这样的话对您来说 这个成本就太大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您其他资产没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尤其是在不同的实体下面 因为都要一起走 所以到时候项目出现任何的问题 其他的资产也受千年 所以呢建议如果您已经有了 这个可开发的房产一定要确保 他要么然就这个mortgage free 也就是说从银行解除抵押 没有任何的贷款 就让他闲置着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不可以做到这一点 比如说您equity不够 那么怎么样 那么最好的话呢 是让他自己独立一个银行 那么一般呢 我们就把其他的房产 refinance 转到其他的银行 让这一个可开发的房产 他留的贷款越少越好 而且就在一个银行下面 所以小雨今天呢 跟您说的这一块呢 是关于要开发的房产 已经交割过来的情况 您要审视 现在的这个贷款结构 是否对 不要等到要开发了 才发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下面说一下 这个如果说您这个房产 还没有这个购买 您想先购买这么一个房产 然后马上进行开发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小雨在这里啊 给大家提几个性 第一个呢 就是在买之前 一定要这个做好充分的 这个禁止调查 就是说 due diligence 看一下这个设计方案 潜在设计方案有哪些 然后大概每一个成本 大概是多少 然后我们算一下利润空间是多少 确保的话呢 您是这个是可行的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因为如果不可行的话 你买了 那么有可能在银行 咱们收入不够 交购不了 那么到贷款公司的话呢 您这个成本 这个holding的成本 那就太高了 所以一定要在购买之前 先做好这些工作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 我们要这个 看一下这个贷款 到底在哪里做 那么可以在银行做 也可以不在银行做 在一些这个非银行的 这个贷款机构做 那么至于说去哪里 取决于几个方面 交易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就是说 您这个购买的这个 用于购买这个实体啊 它是不是注册GST的 如果它注册GST的话 那么您在银行就很难 但因为银行一看就能看出来 咱们是为了trading 是为了做生意 它不是一个长期持有的 一个投资房和资助房 所以这个时候呢 银行的这个普通 带home loan的部门 就不会借给我们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看您有没有 其他这个可用的equity 在其他房产上 比如说我这个房子 是有注册GST的 但是呢 我用先有的这个贷款 比例非常小的一个房产 前提是我的这个 servicing收入购的情况下 我去银行做top up 那我不用这个 要开发的房产 这个做抵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走银行 再者呢 就是要看 咱们如果想走银行 咱们收入够不够 那么不是说你收入不够 一定不能买 那么但是银行的话 首先要看收入 所以收入不够的话 往往还是要去带home公司的 再者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 您是否呢 是比如说自己买 或者跟这个 这个夫妻两个人去买 但是如果 如果您有个business partner 跟你没有一个 这个关系 生活上的关系 他就是个business partner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很难在银行做 第一个是呢 在银行眼里 你们是两个家庭 这个在这个贷款的 这个测试上面的话呢 非常严格 去保你们每个家庭 都能承担起这么多贷款 不是一半一半的问题 在这的话呢 当你们这个 一起去贷款的时候 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房产 拿来做底呀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用 这个可开发的项目做底呀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常呢 都是去贷款公司 所以呢 小语在这里呢 跟大家这个介绍了 关于这个 是去银行 还是非银行方面 这个呢 也要事先想好 再去卖 另外呢 小语就想 提醒大家 这个交割日期啊 尽可能的谈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因为啊 在这个 从无条件 到交割期间 您呢 可以花时间 去开始 准备前期的工作 设计 然后呢 申请 各种consent 这些 这些要花时间的 嗯 取决于工程大小 那可能 至少半年到一年 左右啊 那如果 我们可以延迟交割 那么对于您的融资成本 会大大的降低 对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关于 如果去非银行机构 呃 这个贷款 大概是 呃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首先呢 呃 我跟大家这个想 分享的 就是说 这个交割的 这个贷款机构呢 呃 它可以不是之后 给您做建筑贷款 因为呃 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 这个做建筑贷款方面的 这个呃 贷款公司 呃 非常的这个 少 尤其是去年的这个 疫情以后啊 呃 那么做建筑贷款的 这个贷款公司 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这个 不知道你盖好了之后 一年一年办是什么样子啊 市场 他们宁愿做 我们叫 equity release 也就是说 你给我个现场的房子 然后我直接 这个价值就在这了 我不需要靠 慢慢盖房子 来实现这个价值 那如果说 我有个现场的房产 然后呢 我说 OK 这个房子一百万 我可以这个借给你六十万 那这个就是啊 百分之六十 那么他可以release 这个equity给你啊 呃 那么所以呢 呃 在我们这个选择 这种贷款公司的时候 在交割的这一块 其实完全不用考虑这些 呃 建筑贷款的部分 因为往往呢 这是两种不同的 这个呃 这个贷款公司 因为呢 他们一方面呢 有一有一 有一些贷款公司呢 他就专门做equity release 啊 就给我现场房子 然后我给你 这个把equity套出来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专门做建筑贷款的 做建筑贷款的 这个成本 要更高一些 而且选择性 会更小一些 所以呢 呃 在选择equity release 这个lender的话 主要就是说 呃 看待这个越便宜越好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 呃 把它holding的这个成本哈 所以越低越好 呃 那么等我们到时候 呃 准备要做建筑贷款 我们再可以去 呃 别的家 啊 所以说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 您要这个找这个一条龙的服务 哈 呃 前期就是为了交割 那么大概呢 这个 贷款的期限呢 就取决于 呃 您估计还有多长时间 能够转入建筑贷款 啊 呃 那么平时还要多打出来一点时间 因为这些呢 这个往往会 呃 会比预期的要延迟 而且有一些呢 这种equity release的这种贷款机构 其实你借几个月和借一年 其实成本是一样的 呃 那你到时候提前还就好了 呃 当然有些是不一样 你借的时间越长越贵 啊 但是至少你要多打出一点时间 因为时间不够的话呢 您到时候延期的时候 又要花一笔费用 好的 然后呢 关于利息的还款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您可以选择每个月还利息 或者利滚利加在贷款里面啊 所以当他批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利息加在贷款 您到时候一起还 那么有的时候您想每个月还 但是的话呢 因为现在这个监管非常严 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有这个偿还能力的话 那么他也不让你啊 这个每个月自己还 你必须得加在贷款里 也就是说我们能到手里的这个钱 用来交购的会少一些 因为他一共可以借给你的就是这么多 那如果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这个预留出来的还利息的钱 那么到您手里可以交购的自然而然也就少了 呃贷款比例上呢 通常来讲的话 呃六成是比较好的一个level 呃那么这个六成这个计算怎么计算呢 呃如果你能保证啊 在这个贷款期间 您不去推倒现在上面的房子 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带着房子的价值来给你看 然后的话呢 这个价值呢 要取决于您是不是在这个期间会 呃这个claim GST 或者是否已经claim GST 如果你会啊 或者已经claim GST 那么它的价值呢 就要跑去GST之后的流程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六成是不是最高呢 不是可能也能到六成五或者七成 但是呢往往这样的呃 这个要求呢 会让你的贷款成本增加不少 因为它的风险也就增加了 对 嗯 然后呢我们还款的方案 基本就是说我们转入建筑贷款 等你这个ready的时候 那么不管前期是用什么样的这个贷款机构 银行也好 非银行也好 那么等我们都建筑贷款 都会重新的review 也许你前面用这个贷款公司建筑的时候 可能用银行 或者反过来都有可能的 那么抵押物是什么呢 抵押物第一个肯定就是啊 您提供的房产了 那第二个一般都是要需要个人担保 呃 其次的话如果您用一个实体 比如说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信托 那么呃 这个它会有一个叫GSA的东西啊 也就是叫这个贷款主体的一般新笔啊 也就是在下面的一些呃 没有具体化的这些资产的价值 那么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 它MoggySA结果还是不能呃 完全这个呃 能够cover它的成本呃 或者怎么样 那么它可以变卖 在这个公司下面 或者在这实体下面任何其他的一个资产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呃 这个 关于equity release lender的这么一个贷款方面 呃 最好是要在交割之前至少提前一个月 然后开始做这方面啊 然后交易在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呃 如果说呃 当您去要买这种物业 开发的物业的话 一定要在买之前呢 呃 这个了解好这个设计方案 有的时候设计方案不止一种呃 哪一种都可行 但是这取决于你真的想卖还是不想卖 呃 另外的话听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中介的这个呃 建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呃 是在市场的前沿 他们知道呃市场什么样的房子好卖 什么样不好卖 所以如果你要想卖房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给你一些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一些板会 给你一些建议 作为参考哈 然后再者的话就是说要跟律师和会计呢 也要这个提早联系建立好这个呃 就是提前把这些呃规划好到底用什么样的这个安提计来买呃 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先用自己的安提计来买然后再卖等等等等 这些都要事先要规划好啊 这样的话呢能够到时候在做建筑贷款的时候给你退波主栏 好的今天小语就跟大家分享在这儿啊 希望呢这些呃这些小贴士呢对你有用 那么这也是大家往往忽略的地方就是在建筑贷款之前要呃审视的这些方面 那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呢 当然欢迎您呃来电呃来咨询我们 我们会帮助你有个点量体才艺的这么一个解答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